我攻略李辛曼十年,好感度一直停留在99%,怎么也无法再进一步,而现在系统准备抹杀我,我求他回来见我一面,他却以工作名义赶赴欧洲陪竹马看球赛,而我攻略失败,阴差阳错结绑系统,他却后悔了,在我的结婚典礼上以死相邪,你不是攻略者吗?你怎么能娶别人? 我攻略李辛曼十年,好感度一直停在99%,怎么也无法再进一步,今天是最后一天,系统抹杀开始,我快死了,病房里,好友陈浩将手机递给我,再给他打个电话吧。 他现在赶回来还来得及,陈浩说的他是李辛曼,从早上到现在,我已经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,无以接听,这次又是响了几声,被挂断,陈浩不死心,抢过手机一边重播,一边骂我,这就是你喜欢的女人, 为了她和家里决裂,你都这个样子了,她电话都不接你的。 值得吗?值得吗?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没有她的爱我会死,好感度降低,系统会让我生不如死。 若非如此,我怎会不顾家人反对,无视两家百年世交,强硬的撕毁和柯家联姻契约,又怎么会将我霸气中风后? 拒不认错,导致我爸将我赶出家门,赌咒发誓,不再认我这个儿子,电话终于通了,陈浩递过来,我卑微地祈求,慢慢,你还有多久能到,我要进手术室了。 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欢呼声,和她无奈的叹气,世轩别闹了好吗? 我现在在欧洲,真的有很重要的事,握着电话的手有些发解,我声音干涩,慢慢,我真的要死了,你现在回来还来得及,只要她回来,只要她回来,我就还有机会,我真的还不想死,对面的声音冷下来,许世轩。 你知道的,我最讨厌有人用生死给我开玩笑,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了,成熟一点好不好。 我紧拧着唇,继续哀求,放下尊严的哀求,可是,我这一次是真的,我真的,她不耐烦地打断,与其烦躁。 世轩,你在胡搅蛮缠,就真的有点烦了,我现在很忙,没空照顾你的小情绪,天大的事等我回来再说,我会给你带礼物,电话被无情的恰断,陈昊在一旁骂骂咧咧,抢过手机要继续回播。 曹,气死老子了,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比你的生命还重要。 都这个时候了,连最后一面她都不肯,我抬手拿住手机,阻止她回播,也阻止她继续说下去,绝望地闭上眼睛。 十年啊,整整十年,真是不甘心,认识李新曼是在大学,大秋时,她向我们推销饮品,身上泛白的T恤边角,洗出了毛边,她却没有丝毫自卑神情,仍激情满满地向我们讲解,李新曼生得很是好看。 她身量高挑,扎着高马尾,精气神十足,虽然素着脸,但一双毛子亮亮的,装满了希望,与温氏交仰的千金不同,她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倔强美,让人印象深刻,孝庆的时候,她作为优秀学生代表,上台发表演讲,阳光刚好洒在她脸上,照得她整个人闪闪发光。 我抬头,正好对上她那一双充满希望的眼睛,心跳忽然漏了一拍,于是我开始组织朋友们多买她的水,慢慢地展开对李新曼的追求,约她吃饭,看电影,力所能及地帮她减轻负担,可就在这时,系统找上了我,她让我攻略李新曼,好感度必须达到100%,否则,我会死,系统下达的第一项任务。 就是改善李新曼的生活条件,我刚开始不以为意,仍然正常和李新曼来往,可好感度迟迟不长,系统怒了,惩罚了我一晚上惦记,我才明白,攻略李新曼不是二系,而是我唯一的生路。 从那天开始,获得李新曼的好感度,就成了我人生唯一目标,我竭尽所能地对她好,她缺钱,我就向她卡里打钱,她爸妈生病,我就联系最好的医生上门诊疗,她在班上受霸凌,我让霸凌者道歉,连滚带爬地离开学校, 可她不领情,觉得我的帮助都是在折辱她,是践踏她的尊严。 当剪少户在李新曼身前,指着我的鼻子骂拿着你的臭钱滚,我们不需要你的施舍,是,我才明白,这份攻略并不像我想象中简单,后来,我想了很多办法,不再明着帮她,暗地里让朋友去她打工的店里消费,提成都给她,好兄弟公司招人,给她留名额,工资我偷偷给,怕她担心家里。 我联系当地爱心机构,无差别捐款,不用再担心父母医药费,她果然不再排斥我,逐渐接受了我的追求,那段时间好感度疯涨。 我欣喜若狂,就在我以为很快就能完成任务摆脱系统时,简少却突然横跟在我们中间,她使我为仇敌,处处和我作对,下雨使我开车去接李新曼,她会拿着散可怜兮兮等在一旁,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 李新曼要开公司,我一边求亲戚朋友,暗暗资助,一边忙前忙后打点关系,却被简少说成我是什么都不做,只会嘴上心疼的大少爷。 为此,我找李新曼争辩,偏偏每一次,李新曼都偏向她,简少童我一块长大,帮我干过农活,照顾过父母,就像我的亲人。 施轩你从没吃过苦,你不懂,不要耍小心眼和她计较,是啊,我不懂,我不懂,明明是我帮她摆脱了经济困境,最后她却只感激简少,我也不懂,我离开许家陪她一起创办公司,却落得个吃软饭的头衔,而简少是她的得力助手,我不懂,明明我才是李新曼的男朋友, 为什么李新曼却处处维护她?漫长的时光里,简少就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,咽不下,吐不出,恶心透顶,手机震动了一下,简少发来一条信息,我点开,没有文字,只有一张自拍,一张脸贴脸的自拍。 李新曼和简少脸贴脸的自拍,背景是一个很大的绿音球场,全场漂浮着金粉,两人脸贴着脸,兴奋地笑着,我紧抿着唇,发白的脸色,出卖了我的绝望。 原来,这就是李新曼说的很重要的事,重要到,罔顾我的生死,时间到,宿主攻略失败。 心脏突然传来撕裂一般的脚痛,我拱起身子,无法呼吸,所以,我无论怎么做,都无法达到百分百是因为减少。 对吗?他就是我无法逾越的那百分之一,对吗?我好像听到陈浩交集的在教医生,恍惚中,好像又听到了我爸的声音。 他说,他原谅我了,头顶白赤灯,刺得我眼睛生疼,一切都结束了,早该结束了,攻略失败,抹杀剑。 啊,宿主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功德值?检测宿主功德值较高,收回死亡惩罚,解除绑定,功德值,难道是当初为了帮李新曼父母那几次无差别捐款,再次醒来,还是在医院的病房,陈浩一个枕头扔我脸上,你小子,吓死人了,都推进手术室了。 医生说脑瘤没了,跟演电视剧一样,我捡起枕头,一阵发呆,我居然真的没死,系统消失前最后那句话,是不是说,从今往后,我再也不用对李新曼言听计从,也再也不用担心莫名其妙的电击和死亡威胁,想到这里,我不禁鼻头一酸,十年啊,整整十年,我都不确定,我还是不是我自己了。 一旁的我爸呆呆地看着我,浑浊的眼里流下泪水,没事就好,没事就好,是宣回来吧,家族需要你,我抱着他,却发现他瘦了好多,整个人好似小了一圈。 多年未见,他变老了,勾搂着身子,头发全白,再不像记忆中那个精神威严的一家之主,上一次见面,还是我撕毁和柯家的婚约,把他气中风,我带着李新曼去医院看他。 他叫我滚,现在他握着我的手叹了口气,眸中泪花闪烁,把那个女人也带回来吧,我承认她是我许家儿媳,我低下头,沉默不语。 脑海中不自觉想到,简少发来的那张脸贴脸的照片,一阵犯恶心,以前这种事并不是没有,简少和李新曼还拍过更亲密的照片,当时是什么感觉呢?心痛,难过,失望,独独没有恶心,难道没了系统,我的爱变了吗? 爸,我会回公司,至于李新曼,我们以后再说,我必须回去找到李新曼,确认一件事情,一件困扰了我十年的事,回到和李新曼的家,满屋鲜花都已经凋谢,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腐臭味道。 我走向客厅中央,一袭婚纱在灯光的照射下一声辉,和一屋腐臭格格不入,桌面还摆着一枚硕大的粉钻,就像爱情,腐烂发臭,却又实在美丽,我不禁觉得十分讽刺,这一切原始我精心准备给李新曼的求婚惊喜。 如今看来,不过是我的自作多情罢了,半年前,李新曼的公司在上一个台阶,他高兴得多喝了几杯,依偎在我怀里,士轩,我们已经在一起快九年了,你想不想有个真正的家,我欣喜若狂,抱着他的手有些发抖,抑制不住的颤抖,你想好了吗? 他绝了绝嘴,抱着我的脖子,想好了,我想要满钻的婚纱,数不清的鲜花,还有粉色的戒指和水晶高跟鞋,我要像公主一样高贵华丽。 他还说,他从未当过公主,从来只是灰姑娘,我亲吻着她的额头,满眼心疼,在我这里,你永远都是公主,可惜满钻婚纱的定制花了半年时间, 不待我准备好,他就飞去欧洲谈合作,一去就是一个月,原定的返程时间,一拖再拖,直到我住院,直到鲜花腐烂,他都没有回来,收拾完屋子。 家政阿姨抱着婚纱和戒指,为难地看着我,徐先生,这些,扔了吧,反正也用不上了。 李欣慢回来的时候,我不在家,刚接受老许的分公司,我正忙得焦头烂额。 一进门就看到他坐在沙发上,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,我一早就给你发消息,你没看到吗? 我这才看了一眼私人手机,里面躺着十几个未接电话,下意识我就想道歉,可李志却告诉我,没按约定时间,回家的人是他,我等待着系统的电机,久久没有感觉,系统好像真的没有了。 见我没动,他不高兴,眉头紧皱着斥责我,好玩吗? 许时轩骗我说的绝症了,却一点事都没有,我那边事情都没谈完我就急匆匆赶回来,就因为你说你生病了。 若是以前,我必须立刻开始自省,并向他道歉,好声好气请求原谅,今天,我却觉着生气,你的很重要的是,就是把我丢在医院等死,然后陪检少看球,你是觉得我像球,还是觉得我是个球? 李心满气势汹汹的指责将在脸上,语气却仍然咄咄逼人,你先骗我,就是你的不对,我看球是工作需要,倒是你明明没有生病,却骗我说你要死了,你知不知道我这次提前回来会损失多少? 世轩,你别再无理取闹了,我真的很累,我深深地看着你心满。 这就是我爱了十年的女人,她不但一口咬定我在装病,明明自己和检少关系过界,却反过来怪我无理取闹,我无理取闹,我冷笑和检少脸贴脸的自拍,也是工作需要,谈完项目,她抱你回酒店,也是工作需要, 孤男寡女一个多月同住一个套房,也是工作需要,李心满死死盯着我,眼里全是不可置信,不可置信,我为什么会以这种语气和她讲话,也不可置信,我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,那可是检少这段时间,一张张发到我手机的照片啊。 无声地向我挑衅,你看,你快死了,你的女人却和我在一起,从前,屈服于系统之下,我姿态卑微,变成忍者神规,说话只能轻声细语,遇到检少挑衅,只敢暗暗伤心,从不敢多问一句,生怕好感度降低系统惩罚, 哪像今天,竟然当面质问她,那些压在心底的情绪,就像是火山需要一个爆发的出口,就像现在,没了系统的死亡威胁,我不怕了,今天我就是要把这顶绿帽子摊开来讲。 李心满自知李亏,走过来拉着我的手,声音软下来,士轩,我和简少清清白白。 如果我和她有什么,又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? 她勾了勾我的手指,递过来一个小盒子,开始撒娇,我知道我回来晚了你生气,我带了礼物,不要生气好不好,我没有接,将她推开一点。 你先把话说清楚,她却突然怒了,柳梅一树,傲然地看着我,你要我说什么? 简少是我总助天天和我在一起,再正常不过,公司能走到今天,很大一部分简少的功劳,不像你天天在家里坐享其成,疑神疑鬼,争风吃醋,我定定地看着李心满,原来,这就是我在她眼里的样子。 一无事处,争风吃醋,见我不答她所幸,直接将盒子扔在桌上,转身进了卧室,高跟鞋灯的咚咚响,适可而止就行了,闹脾气也得有个限度,台阶我给你了,你最好赶紧下。 我打开盒子是百达斐力的新款,价值不菲,她还是一如既往,以为随便一个礼物就能将我哄好,却忽略了我从不代表,因为以前,系统操控下的我无论什么事都会毫无底线地原谅。 第二天,简少来接李心满参加宴会,正好遇到我准备出门,她扫尸一圈,看到垃圾桶里的礼盒,嘴角依恋,露出个得意的笑容,我没懂什么意思,就看她撩开袖子露出一只手表,和我昨晚扔的那只一模一样,我不理解,她是在向我炫耀我不要的东西。 紧接着,她一脸为难地问李心满,慢慢,世宣也要一起,这个宴会很重要,冯太太这次只邀请了两个人,李心满确实长得美,肌肤白皙,身材高挑,圆润的脸蛋,一颦一笑,皆是风情,尤其是今天穿了一件丝绒长裙,头发高高盘起。 看起来优雅柔媚,大概以为我要跟着她一起去宴会,咬着唇,神色为难。 世宣,今天这个宴会很重要,你很久没有接触这个圈子。 我懂,不想带我。 嗯,我不去,我今天约了几个很久没联系的哥们喝酒,见我这么爽快答应。 她有些意外,随即很是欣慰地向我点点头,无声地说,你终于懂事了,毕竟以前我可是牛皮糖,只要有减少的地方,我死皮赖脸都要跟着,尤其是酒会,有时候她拒绝不了,一遍又一遍扑我。 世宣,我只是去正常的交际。 你不要一直缠着我,这些你不太懂去了,也没什么用,可是你为什么总是带着简少? 我问她,她总是无奈地看着我,好像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,简少是我总助,她也需要和我一起积累人脉。 而你不一样,你什么都不会,安安心心在家当大少爷好不好?你看,在她眼里,我几乎一无是处,我摇了摇头,甩掉心中的烦闷,穿上鞋静止走开。 她狐疑地回过头看我一眼,转头和简少下的电梯,包厢里,几个兄弟围着我打去,许少,希克,今天怎么能出来喝酒? 嫂子呢,自从和李新曼在一起后,我就再没和兄弟们去过,我把所有精力全部都花在了李新曼身上,白天研究怎么让他百分之一百爱上我,晚上做好饭等他回家,硬生生把自己一个大男人活成了小媳妇,实在窝囊,几个兄弟拉着我的手你一言我一语,全都在感叹我终于想通了,可我今天…… 可不是来让他们恭喜我的,老许给我的任务有点重,还需要这几个哥们合作,今天找你们来是谈正事的,大赚一票的生意感不感兴趣,一切谈完,一个哥们拍着我肩膀。 行啊,许少,我都以为你被养成吃软饭的废物了,没想到脑子还挺灵活,这些年,我确实靠着李新曼养我,但我家世代经商,从小耳濡目染,又怎会是一个丝毫不懂的废物? 更何况,李新曼公司能做这么大,真的是全靠他和简少吗?若没有我到处求人暗暗帮衬,他第一轮融资都拿不到,正说着,陈浩拿着手机递到我面前,你怎么看? 我定睛一看,李新曼正依偎在简少怀里,双脸坨红,头发已经披散下来。 黑色的丝绒长裙,微松隐隐约约露露出一片春光,见我脸色难看,陈浩拿开手机,满脸不愤,他上次不管你死活就算了,现在又公然给你戴绿帽子,靠,老子真忍不了,我要去打那小子一顿。 我免了口酒,压下心中的怒火,拉住陈浩,要打也是我打,哪轮得到你?坐下,喝酒。 好奇怪,看到这张照片,我竟没有丝毫难受,只有满腔的愤怒,最原始的,所有物被侵占的愤怒,谈完事回到家,已经是凌晨,李新曼还没有回来,想到陈浩给我看的那张照片, 没来由的一阵窝火,又等了两个小时,他还没回来,打电话也不接,我准备开车出去找他,正好遇到两个人在停车场搂搂抱抱,一瞬间气血上涌,冲上去,我就给了减少一拳,将他打倒在地,早就想打了,不带他爬起来,骑上去,不管三七二十一,拳头直往他身上招呼,打得他满脸是血,李新曼死命。 拽开我,护在减少身前,徐世轩,你疯了吗?我冷冷看着他,我看是你疯了,你们刚刚在干什么?他眼里闪过一丝慌乱,很快镇定下来,愤怒地看着我,我喝多了,减少送我回家。 你快给减少道歉,我不怒返校,你没男朋友吗?喝多了不知道找男朋友接,李新曼,我们还没分手。 可能是我今天太过反常,他愣在那里,奇怪地盯了我很久,两久,他长叹一口气,走上前拉住我的手,正要说话,地上的减少哀呦了几声。 他又连忙走过去扶起减少,一脸无奈,世轩,别闹了,减少只是送我回家,吃醋也要有个限度,你给减少道个歉。 这个事情,我当没发生过,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,离谱到家了,我再一次望着他的眼睛。 笑着问,你确定要我给减少道歉?李新曼抿着唇倔强地回望我,神色坚毅,仿佛我不道歉,他就不会原谅我似的,减少也飞快地看了我一眼,事实捂着脸不断身影。 我没事,新曼,世轩他不是故意的,他扶着减少,与其温柔像是哄孩子,就是他的不对,今天他必须道歉,好,很好,这就是我爱了十年的女人,李新曼,我们分手吧,我缓缓开口。 他瞳孔瞬间放大,走上前抓住我的手,连剪少都忘记服,你说了什么?我甩开他的手,转身就走,分手,收拾东西时,床头的挂画,不知什么手坏了。 一道裂痕从中间劈开,将紧紧相拥的两人,划分成两半,那是我和李新曼在一起时的第一张合照,当年我们刚在一起,约好去金顶看日出,太阳刚升起的时候,霞光万丈,他激动地抱住我,被一个摄影师刚好抓拍到。 我高价买下这张照片,真儿重地洗出来,挂在我们床头,一挂就是九年,饶氏当初陪着他创业时,搬了无数次价。 这张照片依然都在,可如今,他碎裂开了,李新曼应该是爱过我的,好几年的时间,他对我的好感度都是99%。 我们像所有甜蜜情侣一样,挤在一个沙发上看电影,会出去旅游,在雪山下泡温泉,寒风凛冽的冬天,我在公司楼下等他,快冻僵的时候,他跑出来捂着我的手心,疼得直掉眼泪。 有一年夏天,高温烤化了电线,李新曼公司起火,他被困在里面,消防还没到,我想都没想,就冲进火海,一路浓烟雨高温,还有阵阵爆炸,我硬生生从死神手里将它抢回来。 自己,自己,却被烧成二度烧伤,消防一来,就把我劈头盖脸骂一顿,而李新曼,因着保护得好,只是轻微擦伤,并无大碍,饶是这样,他依然不曾全心全意爱我,正想着,电梯开了,简少带着一对搬家工人走过来,一副小人得志的表情, 新曼说不想,在这里住了,要换个心情,叫我帮他把东西搬走,我站起身露出通道,平静地说,请便,如果人有尾巴,那简少现在肯定能翘上天,他凑在我耳边,志得一满,许世轩,你终究还是输了,李新曼是我的。 简少爱慕李新曼,我一直都知道,以前我窝囊,敢怒不敢言,生怕惹得李新曼不开心,现在,一切都无所谓了,我反唇讥讽,就算我输了,你也赢不了,李新曼如果喜欢你,就不会和我在一起。 他脸色一变,阔不走进屋,指挥着工人搬东西,又觉得不解气,看到床头合照,砰的一声,摔地上扯了个稀巴烂,好似这样,他就能赢,我看着他像一个小丑一样,上蹿下跳。 突然觉得很没意思,这么多年,我竟然被这玩意欺负,和李新曼的再见来得很快,大约是分手后一周,我如往常一般去分公司上班,一进门就看到李新曼和简少在等着谁。 李新曼看见我,瞬间眉头一洗,随即像想到什么,打头别到一边,仿佛在和谁志气,我无事,直接越过两人,中午的时候我下楼就餐,意外看到李新曼和简少还在,他缓缓走向我,叹了口气,表情复杂。 史轩,不要闹了,你现在和简少道歉,我还可以原谅你,我不理解,停下来看了他一眼。 他自顾自地说着,你不是跟着我来的吗,我知道你后悔了,只要你跟简少道歉,那天的事我都可以不计较,我皱起眉头,他在说什么,李小姐,我们已经分手了,我不需要你不计较什么,我看了眼旁边如临大敌的简少, 还有,简少我早就想打了,不可能跟他道歉,如果这个事情需要讨个结果,你大可让他去法院告我,我等着收船票,李新曼脸色一白,紧抿着唇,随即扯出一个机械的笑, 世轩,你在说什么啊,你今天不是打听到我行程特意来找我的吗?从早上你就来了,原来是这个,我明白了,他以为我是为了找他复合,特意追到这里给自己台阶呢,李小姐误会了,我在这里工作,他脸上的笑意一僵,一把拉起我就走, 别闹了世轩,你不就是吃简少醋吗?以后我和简少保持距离,上次你还骗我你得了绝症,我单子没谈完就赶回来,我都没有怪你,提到这个我就来气,一把甩开他的手,我没闹,李新曼,我们分手了,我是认真的,还有,我没骗你,我真的死过了,他还要继续上前。 我往后退两步,无声拒绝,李新曼眼眶瞬间红了,眼泪夺眶而出,梨花带雨,好,许世轩,有种你这辈子都不要来求我复合,说完这句话,他转身就走,简少跟在后面追,新曼,我们不等冯总了吗?真是奇怪,我好像真的一点也不喜欢李新曼了,接连几次酒会,我都没有陪他出席, 有几个和许家亲近的太太按捺不住,去问李新曼,世轩呢,怎么最近都没见他陪你来,李新曼喝得醉醺醺的,他最近和我闹别扭,生闷气呢,过几天我哄哄他就好,几个太太交换了下眼神,悄悄退到一边, 后来好几次酒会,那几个太太都没有再请他,而李新曼的公司,因为没了我在暗中帮衬,以及许家暗地里的照顾,好几个项目都没有接下来,有一天半夜,他喝多久,给我打电话, 世轩,你回来好不好,你走了以后,我感觉心不在焉,做什么都做不好,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好,以后我会和简少保持距离,别吃醋了,宝宝,我握着电话,一阵恶寒,我们已经分手了,李新曼, 现在该为你排佑解难的不是我,应当是你的总助简少,他语气突然变得娇称,笃定我在闹脾气,你还在生气,我和简少真的没什么,他陪着我长大,陪着我创业,这么多年,我都当他是我的哥哥,你回来吧,世轩,你不在的日子,我真的好想你,若是以前,听到这句话,不知道会有多高兴, 可现在,我只觉得烦,你喝多了,早点休息吧,我们早就结束了,对面很久都没说话,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,准备挂断电话,听到了他恨恨的声音,是你将我推向简少的,你别后悔, 那次通话后,他又给我发过两次信息,我都没回,直接换了手机卡,一个月后,他和简少高调的宣布在一起,仿佛为了证明没了我他能过得更好,甚至还请了媒体造势,再次见到李新曼,是在一次招标会上,距离我们分手,已经过去三个多月, 他憔悴了许多,看来没了我他公司的运作并不顺利,好多以前看许佳面子的合作方,纷纷拒绝合作,让他焦头烂额,招标会结束后,他在车库等着我, 世轩,我们谈谈好吗? 我也不想他以后再缠着我,于是答应了,咖啡厅里,他双手握着杯子,斟酌着开口,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?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,对他真诚笑道,恭喜你,订婚快乐,他紧抿着双唇,抓住我的手,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个,世轩,我们在一起九年,你不要我了吗? 我不动声色抽回手,李小姐自重,你现在是简少未婚妻,和我拉拉扯扯影响不好,简少不懂,我懂,他脸色瞬间煞白,一瞬不瞬盯着我,你还在吃醋? 世轩,我和简少订婚只是为了器皿,我怕你不要我了,想用他,我打断他,既然已经和简少订婚,就好好和他在一起,别再像以前一样了,吃桌碗里看着锅里,他浑身一将,牙关捏得死死的,倔强地看着我,世轩,你难道真的不爱我了吗? 你忘了吗?那年我发高烧,打不到车,你背着我,一路跑了半小时,将我送到医院,你答应我,永远不会离开我,你会爱我一辈子,这些都是假的吗? 公司刚盈利,你开心的像个小孩,我们在沙发上规划未来,说要生一对双猫胎,一个像你,一个像我,你都忘了吗? 世轩,我们说好要一直在一起,我和简少订婚是气你的,我气你误会我,不信任我,只要你回来,我们马上去领证,多么可笑! 以前我求着她,让她嫁给我,她说实际不对,如今我不爱她了,她却说,马上和我领证,我放下手里的咖啡杯都过去了,李小姐,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,还有,我快订婚了,她一愣,眼眶蓄满泪水,许世轩, 你骗我的对不对,你上次骗我说你要死了,这次又骗我说你要结婚,我摇了摇头,不再多言,起身,结账,离开,身后李新曼不顾形象大叫,许世轩,你这个骗子,我不相信,你不可能不爱我, 我要订婚了,是真的,分公司李顺后,老许安排我到总公司熟悉业务,考察项目时,我意外遇到了柯淼淼,她和记忆中一样,优雅,干练,一身蔚蓝色的职业套装,穿在身上十分出彩,她见到我有些意外,眯着眼睛打亮,很高兴再见到你,许世轩,一瞬间回忆纷至她来, 在遇到李新曼之前,我和柯淼淼是所有人眼中公认的一对,不仅是因为娃娃亲,更是从幼儿园到高中,我们一同嬉笑打闹,读书上学,从未曾分开,那时所有人都说,柯淼淼和我们当互对天生一对, 曾经,我也以为我会和她在一起,过一个体面顺遂的人生,后来我决绝聚婚,落了她的面子,在知道情况后,她要求柯叔叔发表了声明,主动解除两家婚约,她是天之娇女,自然有自己的骄傲, 而我,年少轻狂犯了错,还欠她一个道歉,有兴趣喝一杯吗?当然,当年的事,我还欠你一个道歉,那时年少,事情做得太决绝,在这里,我想郑重地向你道个歉,柯淼淼,对不起,她轻轻抬了一下我的手臂,示意我直起身子,酒吧里很多人在看着我们,我不太在意, 这道歉压在我心里多年,如今终于说出口,她举起酒杯和我碰杯,看了一眼,左手戒指缓缓开口,其实当年,我还是怨的,你不守信义,背弃弃约,将我置于难堪之地,可是后来,我遇到我老公,我又很庆幸你当年的背叛,现在爱里的年轻男女,毫无理智,我早就不怪你了,我缓缓叹一口气, 从见到她起,就浮上心头的愧疚,终于烟消云散,我举杯示意,恭喜你,找到一个对的人,她回敬我,你呢,打算和李新曼什么时候结婚,我苦笑,摇了摇头,一饮而尽,以此拍卖会,我再次偶遇柯淼淼,她神神秘秘说要给我介绍个人,就这样,我认识了林希,她小我五岁,是林家次女,和我们当户队, 那次见面后,我们互相印象不错,多来往了几次,就走到了一起,老许对这个准媳妇很是满意,两家家长见过面后,就开始催着我赶紧结婚抱孙子,林希和我回家时,同老许聊起,当年我和李新曼的事, 问老许为什么当初会那么排斥李新曼,老许说,轩儿非她不娶的时候,我曾偷偷去看过她,就看到她刚和轩儿分开,回头又和另一个男子手拉着手,这样的人,我又怎能让她进我许家? 原来,我爸早就看出李新曼和简少的不对劲,可笑我当年被系统裹挟,还自己给自己找理由,只当她是从小和简少一同长大。 习惯了而已,我摇了摇头,笑着从门后走出,故意问,又在说我什么坏话,过去无可挽回,未来可以改变,有些人,注定就不在同一片天空,即使短暂交集,依旧会走散。 后来李新曼再来找过我,那是我在分公司的最后一天,老许见我做得不错,让我回总公司收拾东西时,李新曼冲进我办公室,门口的助理满脸惊慌,我冲他白白手,示意他退下,他深深地看着我。 我要和简少结婚了,然后呢,要我再恭喜你一次,他眼里蓄满泪水,不甘心地大吼,我不爱他。 我放下收拾东西的手,抬头细细打量他,他现在变得很瘦,从前白皙圆润的脸蛋变得蜡黄,整个人看起来轻飘飘的,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,他眸中含泪,楚楚可怜,可一开口就是结问, 许时轩,你现在难道没有一丁点爱我吗?我们认识十年,在一起九年,时轩你说过的。 够了,我打断他,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,我爱过你。 是真的,现在我的爱要给其他人了,他脸色一寸寸变得灰白,失魂落魄,转过身,我就知道,我就知道。 男人的话不能信,可笑我竟然相信你,就因为一次误会,你竟如此绝情。 李心慢,我叫住他,他立刻转过身,期待地看着我,浑身都在颤抖,爱你的许世轩已经死了,死在手术室里,简少不是良人,不要嫁他。 我严谨于此,他看我的眼神从祈祷到兴奋,现在充满浓烈的恨,头也不回摔门离去。 李心慢回去后,做了一个梦。 梦里有人告诉他,许世轩是因为被系统挟持,才疯狂爱上他,而没有他的爱,许世轩就会死,和简少结婚前夕。 他一直在等,等许世轩来抢亲,等许世轩跪在他面前忏悔,可惜,这终究是个梦,他没等到许世轩的悔过,却等来了他和林熙订婚的消息,一气之下和简少结了婚,三年后,我彻底接手公司。 陈浩站在老许身边,听着老许夸我,好小子,悟性不错,还算是能耐。 这些年,我偶尔还是会收到李心慢的消息,听说简少和李心慢结了婚,婚后对他并不好。 因为家暴闹上法庭,法庭上简少发了疯的吼他,我哪里不如他? 你说我哪里不如他? 陪长大的是我,创业的是我,跑市场拉投资的是我,我哪里不如他? 李心慢只是哭,一句话也说不出,后来简少卷走了公司的钱逃了,李心慢背下巨额债务,有传言说,简少刚逃出国,就遇到了劫匪,横市街头,身上上亿的资产下落不明。 不过这些我都不是太关注,我现在该关注的就只有一人,我整理好西装的褶皱,走向舞台中央。 四姨正在宣读誓词,美好的不真实,可我没想到李心慢会在这时出现,他穿着我当初扔掉的婚纱,戴着戒指,他这水晶鞋一步步走上台,他变得很瘦,皮包骨头,我差点没认出,他拿刀死死抵住脖子,和我面对面,使宣,婚纱我捡回来了。 顿了顿,他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照片,两张笑脸上全是横七竖八的交代,照片我也沾好了,我后悔了,许世轩,我们可不可以重新来过,我冷冷看他一眼,真是扫兴,这大喜的日子转头呼叫保安。 在被保安拖下去的时候,我好像听见他问我,许世轩,你不是攻略者吗?你怎么可以娶其他人? 攻略者,那个满心满眼爱他的攻略者,在三年前就已经死了啊,他亲手杀死的。 其实我一直都想知道,我当初爱上李新曼,是我自己爱上的他,还是系统让我爱上的他,不过这个问题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,管他呢,前程往事,过眼云烟,过好当下,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又一年新年,陈浩提了几天好酒来我家团年,他喝多了,搂着我喋喋不休,还好你小子当初没有一根筋到底。 死过一回就是不一样,不然现在不知道什么可怜样,那李新曼现在为了还债做小姐去了,可惜这辈子估计他都还不完了,说到这里戛然而止,他赶紧又喝了两杯,不断向我赔罪,多了多了。 酒话,酒话,你们就当我放屁,我举起酒杯和他碰了碰,新年快乐,新年快乐,后来的后来,我再没听说过他的消息,只是每当午夜梦回,看到熟睡在身旁的妻儿,我都会庆幸,还好我醒悟够早,否则,一步错步不错,满盘皆输。